一大早汐止区长林庆峰是前往瑞松街视察边坡崩塌灾后复建工程 主要是因为这一段没有挡土墙在去年大雨后发生大范围的摊坊 所以从今年的6月底汐止区公所就开始进行抢灾工程 只是这两天杜苏瑞台风逐渐的逼近担心可能带来的抢风大雨 所以工程已经先暂时停工大型机具也配合撤离 那我们现在是在汐止的一个灾复建工程 那这一个路段之前因为豪雨有崩摊 那我们相关的一些抢灾场上目前正在做相关的一个复建工程 那因为因应杜苏瑞台风的一个影响 所以我们目前先暂时停工也先做好相关一个防台的一个准备 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在施工那难免会有一些那个土面都漏在外面 那因为下雨天避免怕一塌一直冲刷 所以我们要做一些基本的阻挡的设施 然后怕那个雨水继续掏刷这样 因应台风来袭目前施工部分已经盖上大帆布防止大雨冲刷 而汐止区长也特地前往视察复建工程 除了要求施工单位务必做好防台准备也了解工程进度 那希望说我们后续整个台风过境之后 我们能够紧述的一个做相关的一个赶工 那希望都能够在8月底之前 把整个一个复建工程能够落实完成 台风期间先停工 而瑞松街灾后复建工程目前已经订好机庄 接着会将这一段的挡土墙做起来 预计8月底完工 这层慧林细致采访报道